大家好,歡迎來到動漫廢物電腦的廣漫咬謝邦 收聽方法大家現在已經在做,就是在聽我們的Youtube Live 如果坐過剛才很精彩的對話,不要緊,歡迎加入我們的Patreon 可以聽到我們的足本重溫 大家好,我是DK 阿曼 SUNNY Tim 師弟 剛才我們當然要多謝我們破金的司主 預記,大家姐細一,這次沒什麼特別的 這麼簡潔的,故事沒什麼進展 故事可能是他寫了的,但是我們看不到 還是預記發覺每次跟我們講完話之後就被我們歪曲了 屁股,虛到我們灰心,不肯跟我們說話 還是私有化了,不會再分享 都可以分享,可以再課一次金 在Discord就可以了,在Discord到連載 好,說讀完課金,我們先讀新聞 你是最開心的 那也算是新聞嗎 那也算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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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廣漫友姐幫的預測一樣 話說王先生的英雄十八呢 將會在今年之內完結 亦都印證了來支持 大概一年前那時候 春秋戰紅的遊戲 就說有個抽獎還是什麼活動 總之就說會送出一年份量的書 結果呢,他就出了一年的份量 但是你要多給錢買四期才會完結 但那時候是不是已經出了四期了 真的很懷疑 我猜而已 不記得了 當日已經出了四期了 總之就是英雄十八呢 將會在這個十二月的二十八日 就會完結的就是五十六期 嘩,如果他屬五至五十六期 真的不知道至高找不找得到一至四期 哈哈哈哈 嘔吐血了 我想說應該可以的 現在的書比較少斷負 但是你會不會維持到那麼久 或者找的難度會不會更難 我維持不到 我想他只會去拿 因為新哥他們那間店都小 他們另外都要租倉 應該都是回去找的 不是,他們是鎖在倉的 他們是收在倉的 那時候 我曾經有想過買一套復刻龍虎門 然後呢? 然後他們都是在倉試試找 找了很久 到他們找到的時候 我已經沒有位置放在家裡 蛤? 你玩什麼? 你家裡已經沒有位置放在家裡 之前都還有的 之前我看見有一堆空位 不如買一套復刻龍虎門回來吧 即是想要鋪地板給貓睡 給貓滑地沙 現在就沒有了 但他們是鎖倉的 是鎖倉的 我覺得部分都是找法洪羅的 但是黃先生這段新聞 是沒有說之後 他有什麼發展的 當然沒有說 所以有江湖傳聞 就是說他將黃庸倉 會重掌這個 新鎖龍虎門 不是 但是之前 其實黃先生在他村南 都在想著 一套新書 有什麼現代未來 還是怎樣 也有三個方向 對 但是現在沒有消息 就算是他想著的 如果那三個方向也好 或者是坊間所說的 接回本書做 都沒有交代 不知道 可能之後的奇數會說 如果真的落實了的話 如果是都差不多要開始宣傳 那時候就是天妖 不是龍虎五四三 龍虎五四三就是因為太急 然後那些事情 搞到九尖馬六 對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 什麼 明哥可能未流龍虎門 OK 不 如果他們要出他們的新書 其實 好講喔 我又怕他還沒想到 怎麼好故事 然後又要趕著出 但我想說 其實他可以不趕著 他是有 有底蘊的 但他不告訴你 但是 我忘記了我今天在Facebook看 不知道是不是Sunny 他說王先生的助手 你問問他 所以我要說回那個故事 我要說回那個內容 他說那些助理都上岸了 只不過是王先生叫幫忙 就出來 很多 我在Discord跟聽眾說起 因為其實王先生對班底其實很厲害 但是他對班底其實都很多 都做了很多年 也有些其實都上了岸了 例如你見 你見鄧大謙 牽少他 他幾快活人生 中一下子 拍照 他真的幫忙 他隨時可以退休 我不知道 我看不到那些照片 所以 如果王先生不叫他們幫忙的話 我懷疑他們都未必會再在市場上找很多事情來做 隔天中接散高可能都還會 要我去Facebook有空 有空放一些種植菜 種植草、種植草、種植草的照片 串鈎老闆 真的要 那你老闆要看到才有用 那沒有Facebook 直接tack他 傳給他 你說玉記出這個復刻的神兵天子賣得很好 不急出新書 Cashual的翻錢方法都不一樣 如果你出完全版 其實 那當然啦 你說他散了那群人的話 那都是 黃先生和阿細黃先生 可能 我忘了他市場的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Eddie Eddie 還有可能 胡家嫂 那可能都可以的 但我不知道 我其實就當然 我這樣說很奇怪 我不是玉記書 大家都知道 但我不想市面上的小本書 純粹是 就變成像文全一樣 要是出復刻 要是出復刻 要是買 留點IP 用來買 黃先生就好像他只是偏向出 完全版不出復刻 是吧 你再問 有什麼分別 不是博裝 是復刻 是博裝 你說復刻天子 不是合訂那本 那本是完全版的 不是 那本不是完全版的 那本不是完全版 我看到有人說 他剪掉了一些 博物畫面 因為台版已經剪掉了博物畫面 那時候買過馬拉的 已經剪掉博物畫面 所以這些是完全版的 對我們來說不是完全版的 我馬上買了 我看不到就黃屌十個 不是 那個對白還在 沒有他砍 炭基那一團 那沒有 沒有意思 萬遊者就問 但黃先生不是欠很多 街數 這個要問文全 這個是傳說中的一件事 沒有關係 很多人欠很多街數 都是不做事的 沒有什麼關係的 你不要將兩件事 必然性 必然化了才行的 欠人很多數 都可以本屁的 一樣 看看DK收不收到封 黃先生之後 打算怎樣 我叫他收到封 還是DK 我收皮 希望DK你也不要太難過 也都 我操心不想少一本書 畢竟咬謝幫 如果只剩兩本書 DK說他收皮 我可能覺得是有點暗示 暗示未來的動作 我兜皮而已 是嗎 你不 說什麼 但欠記出復刻出不久 他除了天子神兵一號 其他都 不看好 神兵不敢出唷 天子很敢出唷 天子去到李世民都可以的 他不會出天子三號 他那時候出朝真品 都故意不出天子三號 他那時候出朝真品 小器 你正如馬Sir都不出黑炮 那意思 OK 這樣 大家就留意著咬謝幫 咬謝幫 咬謝幫都會跟大家說 如果有消息 如果等到馬Sir出黑炮復刻 他應該會山洞水盡 炒洞 炒洞樓才肯出 好難 你應該跌到三十元尺 馬Sir也未必需要 對 他會這麼便宜入手 跟舊有工人員 他應該是 很搞笑 他寫了二十期 但他裡面那本寫了二十一期 封面設計 不知道 總之就是一個特別版 就是一本特別的封面書 加了一份 水晶畫版 再加一張A3複製原稿 是一張A3複製原稿 是一張A3複製原稿 200元的價錢 是獲得三樣東西 我曾經以為 會不會是整本書 可能是某幾頁的複製原稿 但原來不是只有一頁 但是限量88套 生產過88套 是因為他有 你當金銀兩個版本 大家現在畫面已經看到了 一個就是狂烈邦列賺 一個就是呼加蘭出風雷典 什麼呀 狂烈破 狂烈八月要轉轉轉 OK 狂烈八月轉轉轉 沒有轉轉轉 十八十九二十 十七號 即是如果他日期是沒有錯的話 那他當時是出了二十期 可能他的封面是認錯 有機會 即是他未來出多一期這麼把炮 我就覺得應該不會 沒有完全沒有興趣 對這些 你反而沒有興趣 三期有沒有賣 三期儲稿 有啊 有啊 那為什麼你對這套有沒有興趣 因為他只有一張原稿 我又對那塊畫板沒有興趣 我對這本書的特別封面書 又沒有興趣 我只是對一張原稿有興趣 但是他只有一張太少了 沒有問題的 你最喜歡原稿的興趣 你是不是買完之後 其他就扔掉 不是太少了 因為我覺得二百元 就是買一張原稿 我覺得是不值 原 其實二百元一張複製原稿 還有A3 如果以我價錢來說是值得的 即是我買一張非影隨崩底 說他要出黑龍波的A4 就是那張 是 都十三至十四 所以如果純粹複製原稿 價錢二百元是值得的 但是 由於我始終覺得要看到實物 我才覺得安全的 即是你 你明白這件事 就是因為之前好像沒有出過 之前他沒有用這個形式出過 你怕什麼 不是啊 DK真的是傲嬌 我現在說不買 到時看到實物就買了 你解釋了 是考慮買的 只有八十八套 可以留下來讓你慢慢想 你覺得 真的只有這麼多 我有保留這些 只有你保留 收藏家這些 我覺得八十八 加一百都不出奇 即是一百套 DK沒有死場 好 講完這些新聞 好 有沒有書 沒有打算說 會員專享的意思是什麼 我訂購全兩套 就可以優惠加三百八十元 即便宜 就說英雄十八 好 就說英雄十八 又說黃先生 今期是第幾期 這件事就走 49 即是還有七期 還有七期 OK 震望 你已經套租了封面 兩三個星期沒有講過 簡單來說 就是出了這個 天地三尊者 哈哈 即是奇門三尊者 即是龍蜂裡面 奇門三尊者 什麼陰陽法王 什麼冰火法王 日月法王 那類的東西 差不多 我名字都記不到 就說要去梁申報館殺人 這樣 打了一段時間 阿爾和阿三就死了 就死了 就死了 就是這個 陰陽尊者 還是陰陽法王 我已經忘了他的名字 總之是陰陽面 簡單一點 陰陽法王 然後另一邊 就有一個 他是殺手排名榜第二 銀牌殺手 殺手排名榜第一 金牌殺手 薩神 就在上期 一拳打死了 路斯 今期就去收窮 一斤岳皮 也成功收到他皮 而 梁申報局那邊 五大高手就為抽 陰陽法王 五大高手分別就是 紅十八 鐵十 傻八 梁申 和 聖人 聖... 聖... 聖男 聖女 聖男 他就為抽 一個 這樣 過程就是打來打去 打來打去 如果要講這一場戰鬥的話,最好的形容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回到新駐龍虎門,在油麻的果蘭打大龍頭的那一段 基本上是一樣的 其實看上去都是一個很厲害的奸閣 而正派人士就是群偶 那時候大龍頭就是用大力金剛弓 然後換上去就是一樣的 但是它的大力金剛弓裡面就有4個金剛 什麼磁鶴金剛啊,什麼廣發金剛那些 這裡就是冰火四象弓 這都一樣的 對,大致上都是差不多 這裡就是風雷雨電 那邊就是什麼磁鶴廣發的原因 就是直接打打打打那些大輪 最後都是林鉤他的火水,再燒一下他 然後也是燒不夠死,等於最後都是繼續打下去 這個時候黃蜂雷還未出現? 你記住大龍頭那段是黃蜂雷的 你現在五大高手懷鎬他了 還有一個鷹鋒的,會不會回頭呢? 不不不,我就是那個,好像李小龍那個人 喔喔喔,鎮武會 唐龍 應該是唐龍出來的 大致上是那些 這樣不行 為什麼不行呢? 因為其實開頭這本新書介紹的時候 之前那本是天躍 他介紹的人物,其實鷹鋒好像排第二第三 我經常在研究這本書鷹鋒的氣氛 屌你都沒有 沒有啊,鷹鋒其實... 真的是流羅來的 他肯定是一件垃圾來的 他只是打過一轉,我沒有記錯 是打過一轉,而且沒有好表現 就是啊,然後到現在都真的是... 咦,他不是新書王? 小櫻嗎? 我們都說他是小櫻 然後為什麼我會特意放大這兩個呢? 就是因為其實他是其中一頁 那現在是殺神 藍色頭髮那個就是殺神 沒錯,他的樣子跟身處龍虎門的公本武藏是一模一樣的 對啦,他是把身處龍虎門的公本武藏呢 再放了剛剛死去的八年教的月聖士還是日聖士 赤木那隻眼給他 就是這個殺神來的了 對啦,完全一樣的 那就打過易根鵝吧 其實那個對策本身做得不錯 因為易根鵝有一個右拳打過去 然後他就... 殺神拿著右手製著他的手腕 然後他的左手就放在他的腳底上 然後再... 抱著他的頭 然後再攻擊他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大家現在畫面右手邊看到的那一格 你明顯看到殺神的左手是在易根鵝的右手的外面 但是你接回去左邊的... 因為他是順著的 你看回左邊的那一格的話 其實就不接了 他的手本身是在易根鵝的右手裡面 他是故意放進去的 但是當他一鵝他的頸子的時候 他的手就不知為什麼突然跳了出去外面 對呀,如果照這個動作的流程 其實殺神的手應該是... 在易根鵝下面上 要在他的手臂內側鵝上他的頸子 對呀,不是在後面 而... 因為他們有在... 即是他們的意思是 所謂的玉記 即是王先生在玉樓有請那邊 是有放一些黑稿出來的 我看過黑稿 跟完成版是一樣的 他的手都是放在外面的 因為我沒有辦法看到草稿 不知道到底起草稿的時候是怎樣的 但是你現在這樣說 反而我覺得對於易根鵝的大頭 其實好像有點奇怪 即是手的位置 即是如果你真的要這樣說的話 他好像有一個動作 好像手影很快速到了後頸的位置 因為如果你摺上面那格 我不是聯想不到畫面的 不過他的手眼是怪怪的 好像角度不太對 嗯... 而且... 因為如果你摺上高那格 即是左邊上高那格的話 他的手前臂應該是直一點 和易根鵝的右邊應該是要平排的 是 但是現在很明顯就... 有些斜斜的 塞進去就不太黏了 那件事 這個都是... 一個比較... 愛眼的一個小錯誤 你說是不是完全接受不到 我都不是的 但是就是一個小小愛眼 而另外剛才我都有跟大家說過 就是臨火水都燒他不死 旁邊那張就是臨火水的 接著就燒他 現在這一張先放出來 這張是臨火水的 這張真的好笑 打到一半 聖人就無端拿紫色的臨火 原來是火水的 那是電油來的 不是火水的 火水好像沒有顏色 是透明的 火水是透明的 對 以前家裡用火水爐 所以知道 現在DK再放出來這張圖 是長了的 因為我將其中... 之後那一頁 他臨火水之後 就扔火機過去 燒它 接著 然後到他大叫走 那一頁 那一頁 之後那一頁 那一頁 那一頁 就是運工 就震散了那些火 那就沒有了 臨火水一燒 一格就沒有了 不是 我剛才看這一頁 的時候 其實說 武林高手 我果然是不一樣的 被火燒了都沒有了 不是武林高手 是不一樣的 是快要圓不一樣的 燒一格就沒有了 不要浪費時間 不浪費故事券 我只剩七期的 格數很寶貴 我只剩七期沒有時間 給你燒了 陰陽法王 你肯定好跟我震走 快快出去 下雨收柴 快到金騎收傾了 聖人 還沒死 不過這樣打個頭 真的 頭骨碎 因為聖人之後 燒他不死 我打算拿釘 製造他的功力 但是也失敗 然後被陰陽法王製造之後 一個產長就破好 然後一個雷拳就爆頭 這樣就打裂了他的頭 可能還沒死 像大水牛那樣 可以的 只剩七期的 我就覺得他香味濃郁 那他應該都香味濃郁的 而且我覺得聖人是要死 然後才會引到梁森 或者聖人臨死之前 交代為言 雖然我不知道聖男 到底走了就沒有會味了 才會跟他說 其實聖男你就是 阿奇俠的父親 然後他下期說 殺神要進去 阿奇俠 入監獄隊 聖男是奇俠的父親 不是聖男是奇俠的女兒 對不起 我聽到死了 我以為我聽錯了 不好意思 我以為我聽錯了 聖男師就在這套書 最後的七期內死了兩次父親 然後紅十八師去安慰他 然後就鼓盡全力 用鐵砂掌打死殺神 然後自己中毒死狗 放聖男有關 不是啊 撞住椅子 阿奇俠過了 旋養果決給阿雄十八未 應該 他教他而已 他沒有過給他 不是 教完美才可以的 應該是未的 沒理由這麼快死 那旋養 七期內死定 可能有Part2 奇俠臨死前 不是全力給阿雄十八 他臨死教了 對 提湖灌頂 臨急授命 天靈蓋對天靈蓋 一夜灌下去 就馬上六十年功力 然後就一金高手 當然是這樣的 七期 你可不可以金融的 都是這樣 沒有時間了 我現在全力給你 你不如這樣說 七期 五家產全部去死了 死了 那個 那個 那個大奸狗是誰 那個 那個 龍月生 龍月生家裡 然後五家產一個雷 一個雷劈到那奸狗 全部死了 那奸狗 那不大要打的嘛 那不大要跟主角有關 是啊 我覺得 但如果我還有七期 然後他有這麼急的情況下 我最可惜的就是 爛鬼亨 抽穿鹹毒爛鬼亨 最後什麼都沒有做過 不是啊 那時候有說過 他是有功力 也是浪費了 喂 他都算 他阿頭 還可以站在那裡 逆跟我和暴龍打的時候 是啊 那阿頭 我忘記了 阿頭 叫什麼名字 不記得了 不記得了 那個鬼頭 鬼頭 說得很厲害 但是 因為他沒有特別形容過 鬼頭 阿帶是怎樣的 但是爛鬼人是臭穿鹹毒 結果什麼都沒有做過 但是這樣說 剩下七期 阿英雄十八 大家會怎麼看呢 因為我覺得看起來是好看的 好看過黃先生之前那些 所以這樣收拾 我叫做 有點可惜 天妖阿 阿 死了 那套 五四三阿 都好過之前這兩本 我不同意 我覺得天妖是最高的 是那句 天無絕人之路 是一句扭轉了整套書 你都不明白 你都不明白 割拍 是不是割拍 我覺得這套書 不太有感覺 雖然是新小漏文 但基本上說 除了初頭有很悶的追看性之外 其實他現在好像是很悶,很悶,完全一樣,很悶就是追看性 就是你不會很著躍,下期會怎樣 就是你想追看他們多悶,有多悶 對,有這麼老套的那些 那感覺就是那本書是這些 就是你不會很想知道下期是怎樣,甚至買完看完沒什麼印象,然後就完結了一套書 不是吧,新年我在想,右手邊陰陽發王陣開一些火,一格你嫌少 如果他滾地沙撲死,他可能兩三一格,你可否接受 我可以啊 就是你最多都是一格嫌他,嫌他太少了 就是描述可以 其實你淋了火水,然後一格震開他,那件事是很流 他功力勁啊 那都是水來而已,他只是震開火水而已 他功力勁就是真的 那些火就自然跟著走的啦,你明白嗎 那些火不會流起人身上的嘛 是啊,武林高手啊 你試一下,你試一下,行不行 神經病啊 我相信,對不起,我相信 你想一下武林高手啊,你黑羽也不會濕身啊 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啊 沒有啊,不行的 我現在什麼都可以了 還有七奇什麼都可以的 我同意他比起天妖和五四三,我覺得他寫得好 如果五四修了,我覺得其實五四三第一輯的尾是比他好 五四三第一輯還有尾那段 即是已經離開了那個... 吳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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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老門主都死了 吳哥芳 其實我覺得開始有點追悶成的 但是... 之後就研究了,五四三二 我覺得五四三二就暗交了 吳哥芳 然後有一套很好看的天妖 天妖... 我覺得天妖是三套書裡面最好笑的那套 因為他其實還沒去到天無絕人之路 那時候不是有個什麼大聖妖催的嗎? 大聖妖催那段我已經笑得很緊 因為他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不是有個冰火兩隻怪獸 爸爸的肚子是一隻火仔 然後在那裡出場的 不知道是第九還是第十期 然後打大聖妖催 打到四十多期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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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完嘛 還沒拖久一點點 中間有三十期是... 好像... 你沒看三十期 一見到你還以為還在打 聽眾就說 Android說 我都寧願看未必是黃山的新龍好過看十把 什麼意思? 寧願看未必是黃山的新龍 即是他寧願看... 現在的新龍 未必是黃玉朗寫的新龍 我懷疑是這樣說 即是他的十八比起黃玉朗 其他團隊的... 即是未轉手 我覺得他應該說未轉手之前的新龍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意思 未轉手當然是好一點點 未轉手即是還是黃山手上 即是1047期之前 那期好一點嗎? 不要緊 再討論 英文十八就... 還有七期 直錄 那些人會怎樣死 DK你幫幫忙收一下風之後 怎樣? 收什麼風我都收皮了 你在他耳邊問一下 下一本書準備好什麼 先收一下風 第一節說話好正報到這裏 待會見 拜拜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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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